当你在野外钓鱼时 有没有想过 那一条条丰硕肥美的鱼 到底是从哪来的 明明是一时清水 为什么过段时间就会有鱼出现 本期猫博士就为您揭晓其中的答案 希望各位多多点赞关注评论 支持猫博士 谢谢大家 要解开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引入一种说法 不同生物起源论 16世纪 随着哥白尼日新说的提出 科学进入大众事业中 人类也开始运用科学依据追溯根源 好奇自己是如何出生在地球上的 当时大多数观点认为水生万物 不过科学是需要质疑的 一种观点出现的时候 不同的生意也纷至踏来 而这个生意就是无声言论 它主张一切事物都是凭空产生的 不一定需要水的参与 冯赫尔蒙就是当时一位 无声言论的研究者 他做了一个有名的破罐子实验 冯赫尔蒙曾在一个破罐子里 放了一些老鼠爱吃的麦子和食物 不久破罐子里出现一只老鼠 于是破罐子实验便被用来证明 无声言论 因为罐子里没有水也出现了老鼠 今天再看这个实验 似乎有点开玩笑 破罐子里的老鼠 不过是从外部跑进去的 并不是罐子自身产生的 无声言论 不过是无尽之谈 回到我们开篇的问题 空池塘里的鱼难道真是水凭空生出来的吗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知道生命的起源 其实生物的起源 进化生存与繁衍 都需要在某种特定或复杂的生态环境中 才得以完成的 但是在诸多不定因素中 有一点是相同且必须存在的 那就是水 生命起源说包含种类太多了 爆炸说 海洋说等等 虽然无法从中找到确定的答案 但可以确定的是 原始地球由于高温 强辐射 无氧等原因 不可能存在生命 而当地球运转稳定后 又遭到彗星撞击 带来降雨和地表原始海洋积累 这才有了出现生命的可能性 生命在原始海洋诞生后不断演化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从藻类到草类 从低等到高等 从水生到陆生 在生命进化过程中 很长一个时期都是在水中完成的 直到后来 古鱼类的其中一只演化出 既可以水生又可以陆生的两栖类 但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所谓的人鱼类 实际上 它们是生活习惯类似鳄鱼的某种生物 后来两栖类演化成爬行类 再到鸟类哺乳类等 这才拥有了现在的人类的祖先 所以 这就可以证明水是可以凭空带来生命的 但又需要各种特定的条件 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 发生细微的变化 可能经过百亿千亿年的进化 才能形成一个基本的生态系统 从而出现鱼 这是从生命起源来说 水为什么会生鱼 但这样的奇观 我们是无法见证的 它需要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生活中的山上池塘里的鱼 应该是建立在原有生态系统上出现的 无论是在高山还是在荒地 只要一出现水域 依靠地球的生态系统 便能在某种巧合下自己完善 比如春天 风从其他地方带来草种 便可以生出草类 当具有基础植被后 就会逐渐吸引一些水鸟来到这片水域 而这些水鸟的羽毛 都是夹带种子的好地方 鸟类大多爱干净 经常会在水边洗刷羽毛 这时各种各样的种子都会出现 可能有海藻甚至鱼卵 就会落入池塘中 当条件允许小鱼存活时 它们便开始一代代繁衍 或者在山上 本就存在有鱼的池塘 当雨后池塘水满 刚好流入新生池塘 这样也会给水中带来了新的物种 以上两种情况 必不可少的除了水 还有周边条件和生态系统的形成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家里鱼缸里的水 放一万年都不可能孕育生命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家主 没有跟外界一样的生态基础条件 当外在条件一应俱全后 内部特点也给这一奇观带来优势 俗话说千年草子万年鱼子 所谓鱼子也就是母鱼所产出的 可以长成成鱼的兽精卵 虽然这句话说得有点夸张 但鱼子的生命力确实惊人 人类的精子在湿润条件下的子宫只能存活2到3天 但鱼子即使没有水也能存活2到3天 在水中的鱼子就更不用说了 生命力强大到可以直接孵化 除此之外不同种类的鱼子生命力也不尽相同 我们常见的鱼鱼在干燥条件下可以存活1年 非洲有一种江鱼 因为非洲的水环境恶劣 河流一干枯 将鱼仔在河流干枯后被埋进泥土 第二年鱼季便会再次孵化 甚至有些可以存活2到3年 由此可见不同的鱼种生命力也不尽相同 讲到这里有小伙伴可能会问 这小小的鱼子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自保的呢 其实鱼子的外部有一层蛋白质外皮 这个保护层具有粘性和渗透性 渗透性使其内部的受精卵保持活性 而粘性可以帮助鱼子的传播 在收到攻击时 鱼子会粘在鸟类的羽毛上 被带到下一个水域继续孵化 这不仅是鱼类的保护机制 同时也能使鱼类遍布世界每一片水域 扩大繁衍空间和生活空间 所以一片池塘即使没有人工干预 也会出现鱼 这是大自然和其他物种间无言的配合 是鱼类自身的繁衍特征 共同造就的成果 自然面前所有生物都顺应着它的规律 生生灭灭 作为人类应该敬畏自然 尊重自然 或许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智慧 关注猫不是下期 接着聊动物